嗨,各位朋友,你们好吗?我是Coco杜来自越南 这段时间有很多学生联系了Coco 经常给Coco发信息,提出一些问题 有好几个学生,有一个问题是好几个学生一起问 所以呢,Coco觉热,还是我做一个,录一个视频吧,然后跟大家分享 其实Coco,首先非常感谢跟着Coco的学生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人注册我的频道 当然,对Coco来说呢,首先我非常感谢,也很感激每一位来关注Coco的视频 各位给Coco发的评论 Coco都看了 当然有的评论,Coco不回复的 因为觉得是大家有可能是 在 就是 有可能是您自己也不知道您在留什么言 在哪个频道留言 所以 对这些 打酱油的留言 Coco就 看了 但是不回复 那 另外呢,Coco也非常感谢 就是 这段时间尤其是 近 一两个星期吧 有很多同学就看了Coco的视频之后 就纷纷的来 在Facebook上面给Coco发 信息 然后 希望Coco给各位上课 但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原则 Coco记得就是中国人有一个 活动 就是不忘初心 您知道不忘初心是什么吗 就是 Coco 非常感激 当初 我 那时候 刚刚 在YouTube上面发的视频 然后跟着Coco Coco记得住 108的 第108人注册的就是 和国家大学所属 人文社科大学 国教初的一位老师 他也是我的工作 因为Coco之前是在 那个日本企业工作 所以我有很多 合作伙伴 都是大学老师 那时候是107个人了 然后Coco跟那位老师讲说 Koi Ko Danggi Ongwei Ong Ong Danggi Koi 是一位女老师 但是我们 关系相当好 就说 Ongwei Ong Danggi K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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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跟他讲 然后还教他怎么出册 他108 后面是100 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人来注册 但是出册 就是因为来 方便来骂人 喷 还有有一部分就是来出册 然后把那个是 他是 就是很猛的 然后就很猛的就掉粉 就是回车 然后呢 Coco记得就是 第577的那位 就是我很好的德国朋友 但是不管是您是谁 Coco都非常的感谢 因为Coco发的视频 还是蛮多的 然后大家都花了时间去看 当然你们也是 如果是在学习的同学 还是得利的 因为从Coco的视频里边 能学到了一些 尤其是那些要参加SKK 高级考试的同学 那些Coco发的视频 Coco也看了很多单位 他们发的 他们发的都是 他们在网上收集到的 就是能出版的 真题集 但是Coco这边呢 就是首先我经常去考试 另外我也是 通过很多局道 能收集到的 就是好试的真题集 所以呢 而且是Coco在网上发的 就是还告诉各位 就是去考试的时候 该怎么答 但是现在有很多同学 就是在您复习的过程当中 您觉得太难了 您要希望迅速的 迅速的找到一位辅导老师 所以联系了Coco 但是非常的抱歉 我非常不愿意 也非常不喜欢 临时抱佛脚的风格 Coco工作的时候 我最不愿意跟那些是 无事不上三宝殿之人 交往 知道无事不上三宝殿 是什么意思吗 就说越南语是 Coco non way modern day 的意思 所以那些就是说 自己努力 自己努力 努力到最后一个星期了 没法了 没办法了 才联系我 你们也把 各位也是把我当成神仙来看 我是超女啊 超人啊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谁能帮得了的忙啊 所以这样的情况 就不用找我了 我自己如果是不练习的话 提前两个星期 才要复习 我自己也考不过 还要帮什么人 所以就不用跟我说出来 伤感情 另外刚才我说的是 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管你以后是什么人 你都不应该忘记当初的你 就像Coco 当初的Coco刚回国 然后刚刚 就是那时候 我有视频 就是那个 CLCL的那个YouTube视频 就是有很多朋友 鼓励我 就说Coco的声音很好 所以应该有自己的频道 然后Coco的精力那么丰富 就会给各位分享 当然 我给各位分享的时候 我也是有很多人来喷我 尤其是那些大学老师 就是自己的精力 跟学生讲 学生不愿意听 但是学生的嘴里 总是提到Coco的分享 所以老师也是受不了了 有些受不了了 坐不稳了 所以就来喷 无所谓了啦 我走到今天 我不会在乎那些流言蜚语的 另外呢 就是当初大家都不知道 Coco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有很多人来支持Coco 很多人来鼓励Coco 所以这些朋友 这些学生 只要大家还需要Coco Coco就先照顾你们 另外 当Coco的视频 Coco的频道 还很少人注册的时候 学生就来找我 联系了我 有的学生是只看一个视频 就马上联系Coco 然后也是非常老实的 也很坦白的就跟Coco说 是我只看过一个视频 就是您在吃喝粥的时候 就是看刚刚去考试 回来的那时候 看得非常脸色 很苍白的时候 就跟我们分享 那个去考试的 那些是经历过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真实 我要找的就是 像您这样的老师 所以很多同学 就在那时候 找到Coco了 所以我的学生 排了满了队了 那现在我不能是为了 后面来的同学说 我准备考试了 现在我的时间不够了 现在出 因为我现在需要的就是 这个考试的证书 所以Coco来帮我考试吧 就是学费多少钱 我都能给 很抱歉啊 您能给我的钱 我不要 因为我根本不缺钱啊 您不了解我对吧 我已经退休了 我退休一年了 知道吧 我现在做 我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不用拿钱来吓唬我啊 您的钱有多 有多么多么多 跟我无关的 因为我有的时间 我还要照顾 当初来找我的学生 好好的照顾他们 好好给他们设计 呵成 等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提高了 就是觉得是可以自己走了 我才放手呢 另外 就是很多同学就是问 那个Coco 为什么不说汉 有的人说汉语 有的人说中文 有的人 我听电视里面 还有人说华语 也有人说国语 那这四个说法 有什么差别 那Coco也是在网上查 然后之前Coco就觉得是 因为我是越南 河内师范大学 越南语文系的 然后就说语文 我们有语和文 那么我们学的语言是一部分 但是主要还是文 所以中文就相当于 我们学越南语文 因为我认为是差不多了 就是主要是除了语言 还有文学之类的 还要分析啊 就是作家 还有作 就是作品 还有思想 还有什么世界观呢 审美观等等 所以中文几乎就是 跟文学一些 那是我刚开始的想法啊 还有汉语 因为中国那边有56个民族 然后汉族是占大部分 所以汉语就是汉族的母语 汉族人的母语 那么其他的就是 其他小数民族 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嘛 他们也要学国语 就是他们要学中文 学汉语 他们也要考的 当然不是SSK了 他们考什么 可不可忘了 但是他们也得考 因为之前我在广西那边嘛 所以学生 我的学生也要学习 那个写汉字 然后去考 有的同学还考不过呢 还有那个是 所以汉语就是汉族人的母语 但是这种说法会让那些小数民族的人 就是觉得有点 不在里面了 另外呢就是有 Coco2008年我在新加坡 然后在新加坡 他们也不说中文 也不叫汉语 他们就跟Coco说是 你的碧莲的华语说得很好 碧莲的华语说得很好 第一次Coco听到华语 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听到的 2008年 所以呢就是后来就去了解 华语就是在台湾 香港 就是什么澳门 还有在海外的中国华人叫的是华语 还有一种是国语 那国语就像我们越南也叫 所以国语就是他们的国家的语言 今天Coco在网上了解到 就是说他们说的是 汉语就是华语 两者的概念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汉语用的比较多一点 华语使用更少一点 这是按适用该语言的民族来分的 他们说是使用语言的民族来分的 中文有至少四种含义 四种含义 刚才Coco讲的只是一种 那看他们的四种含义有什么 就说第一 中国文学 这不要解释 就是中国文学 就是文嘛 中文嘛 就像刚才Coco说的 然后第二个是和汉语相对的概念 汉语仅指汉语言 但中文除了指汉语言之外 还包括记录汉语言的文字 就是汉字 所以我们就说 说中文 写汉字 对不对 第三个 如果不强调和汉语的对立 则中文和汉语含义 大致相同 他说第三种概念含义就是 汉语和中文是相同的 第四个 广义上说 中文除了包含汉语言文字之外 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有一些学校的文学院 有些学校的文学院下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 这是用了这个层面的含义 所以就说中文 中文就是除了语言之外 还有文学 所以如果是您说您是中文系的学生 那么就是您很懂很了解 中国的文学作品 中国的文学作家 就像那些是很古老的 还有静呆的作品 但是Coco觉得是现在 很多大学那个中文系已经改成 是什么中国语言 就是什么 所以Coco觉得是 首先非常感谢 找Coco提问题的学生 你们提的问题 也让Coco去认真的去看 查搜查资料 也是再一次感谢各位 但是Coco也要跟那些 是临时包佛脚的那些同学讲的 就是您早早的不联系人家 到要好诗了 您要找 如果是您找啊 您应该要去找您的著名的教师 大名鼎鼎的各位专家 您来找一个自己学汉语 干嘛呀 Coco台 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水平太不怎么地了 您这样早让我非常的尴尬 让您见笑了 您是来恶心我的吧 您是不是诚心来恶心我 就是准备好诗了来找我 给您上课给您辅导 这不是来恶心我吗 我自己去考诗我都要辞掉了 就是我要辞掉了工作 然后整天埋头的去练 写成语啊 练成语啊 那个写汉字啊 练汉字啊 因为我要去考诗 我要记得住啊 那您现在是临时两个星期 提前两个星期来找我辅导 这简直是恶心我 那么不过这不是 对不对啊 好的 不不早了 各位晚安咯 以后那些是临时的 的的的事情 请少来找我 伤感情啊 真的很伤感情的 也伤人的尊严 也伤人的自尊 人家会消化我的 哎哟 您知道吗 好晚安咯 再见 下期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